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发表主旨演讲 稍后我们将会为您现场直播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主题是 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仅1800位与会代表将会围绕全球化 增长 改革 新经济等议题 参加65场活动 其中包括44场讨论会和17场年度会议 内容涉及宏观经济 区域合作 产业转型 技术创新 政治安全 社会民生等领域 那么今天在演播室呢 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那么稍后呢 苏女士也会就相关话题为我们做解读 那么另外呢 这个从200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 到今年呢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走过了16年 16年成长 博鳌亚洲论坛也成为 隶属亚洲面向世界的全球论坛 2001年 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博鳌正式成立 来年的2002年 论坛首届年会举行 此后 论坛每年定期在博鳌召开年会 从2002年第一届到2004年第三届 每年论坛举行的时间为两天 随着论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论坛会期也随之变长 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 论坛举行的时间变成了三天 而从2014年开始 论坛的时间又增加了一天 变成了四天 从阵容来看 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 有中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等26个国家 作为发起国 而到了2006年 第五届博鳌论坛举办的时候 以色列和新西兰也被追加为 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起国 2016年3月23号 马尔代夫被追加为 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起国 至此 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国 增至29个 在2010年第九届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 举行换届选举 新增选的九位理事中 三位来自俄罗斯 法国 美国 等区域外大国的前政要 将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的成员 从亚洲推向全世界 如果说2002年首届论坛 还是围绕着亚洲经济合作 与发展来举行的话 那么2004年之后 论坛不但强调了 亚洲之间的合作 更强调了面向世界 讨论亚洲问题 让更多亚洲区域外的知名人士 参加论坛的对话和交流 面对近年来 逆全球化思潮上升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 确定为首要议题 这也吸引了全球企业的高度关注 与往年不同 今年企业界代表成为参会主体 1200多名企业界代表中 有32位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和CEO 好的 16年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走过了16年 那么刚才在一个片子中 我们也看到了解到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 直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未来 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两个关键字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那么说到这个全球化 我想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但是我们观察到 除了今年博鳌亚洲论坛 有这样一个全球化 这样一个关键词之外 就在两个月之前 在这个瑞士小镇 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也将颇多的笔墨 放在全球化的这个讨论上 短时间之内 两场最具影响力的这个论坛 同时聚焦同样一个话题 全球化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 在全球范围之内 全球化的进程 发生了逆转呢 孙女士来我们解读一下 应该说呢 您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全球化呢 受到关注 正是因为逆全球化呢 引起了大家的关切 其实我们看到呢 目前世界经济呢 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 而低迷呢 必然会引起某种程度的 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联合国 发布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并没有给各个国家 带来很多的信心 反而呢 我觉得是带来了一些打击 在报告里头说呢 2016年 世界经济的增长 恐怕只有2.2% 这是从2009年危机以来最低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全球的贸易量 只增长了2.2% 也是处于一个低位 而今年的形势呢 恐怕会稍有好转 但是呢 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还是处于低谷重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会有很多的国家 都采取一种贸易保护主义 保护自己的利益 应该说 这也是一种 很自然的选择 但是同时 我们看到亚洲的国家 博鳌亚洲论坛 参与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环境呢 确实变得更糟 就拿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呢 2016年截止到12月21号 中国呢 遭受的这种贸易救济调查呢 已经有117起 就几乎每三天就有一起 增长了这个 34.5% 比这个同一 就是同比的一个增长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面临着非常不好的形势 而这个时候呢 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美国它的做法呢 让更多的国家 感觉到非常的担心 特朗普的当选 已经是一次黑天然额的事件 他上台之后呢 这种美国的内向性的倾向呢 又更加的明显 包括呢 我们看到 今年2月份的时候 美国宣布 中国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钢材 包括这个钢带 都是这个 已经他断定是这个 采取了这种补贴的措施 要对中国进行这个相应的手段 所有的这些表象 应该说从目前来看 让更多的国家担心呢 未来的世界经济 不会是更开放的 反而是更加封闭的 那么在这种 目前这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把今年这个主题 有这样一个 全球化这样一个定义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个 两个月之前的 这个达沃斯论坛上 中国国家主席金进平呢 当时在主旨演讲的时候 有一番表述 他是这样说 他说是这个 不能够把这个困扰世界的问题 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说是这既不符合事实 也无助于问题地解决 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 经济全球化 消解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让它更好地 汇集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可以看到这个 习主席也是 再次强调了这个全球化 那对此您应该怎么解读呢 应该说达沃斯论坛 习主席发表的这个演讲 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 一般呢 这个中国在世界上 发出声音的时候呢 总有一些西方的媒体 故意地来唱一些反调 但是习主席的这一次演讲呢 我们感觉到一反常态 西方的媒体是一片较好之声 这就反映出呢 在当前这个 逆全球化的趋势下 中国作为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提出了支持全球化的这个声音 增强大家的信心 肯定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我觉得习主席 他的这个分析是非常客观的 就是中国看待全球化 并不是说全球化 它完全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好的这样的东西 全球化确实包括着机遇和挑战 就看各国怎么样 这个扩大这个机遇 而应对挑战 这是中国的一个 作为大国的 比较客观和冷静的视角 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呢 我觉得中国也是在 做出一些榜样 近些年呢 中国的这种开放 是越来越强的 我们的这种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 以身作则 也让其他国家看看 这个中国是怎么样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 是 做一个负责任大国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习主席的这番表述 其实在这个 达乌斯论坛上呢 他这个主旨演讲的 有很多很形象的 一些比喻和说法 那说到这个 也牵涉到我们下面 这个话题就是自由贸易 那也谈到这个习主席 在达乌斯论坛上 关于这个自由贸易 他的一番表述 他说针对目前一些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本国利益至上的 这种保护主义 抬头这种趋势 出现了这种情况 习主席讲 搞保护主义 如同把自己 关进黑屋子 表面上看是 躲过了风吹雨打 但是呢 同时也隔绝了 阳光和空气 我觉得是很形象 很有利的一个表述 非常形象 应该说这个保护主义 确实是一个黑屋子 你感觉在里面非常安全 实际上错过的是 更多的机遇 错过的是阳光和空气 而我觉得习主席 相应的一番表述 就是中国自己的实践 也很形象 他说呢 这个中国呢 其实看到 在这个世界市场的 这个面前呢 就像是一个大海 中国呢 这个要投入这个大海 尽管会经过一个 非常痛苦的过程 包括要呛一些水 但是最终呢 从这种努力的游泳中 学会了游泳 我觉得大家学过游泳的人 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我是到二十几岁 才学会游泳的 这个也喝了很多池子里的水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不断地在尝试 不断地有磨练 但是最终学会以后 这会成为伴随你一生的 这个本事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 中国的经济 确实已经在这种 全球化的趋势 在这个大池子里头 已经锻炼出了这种本能 有了这种本能以后呢 再有一些风风雨雨 再有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中国首先会有定力 这样对其他国家来说呢 应该说是个成功的基因验 现在呢 还有一些国家呢 我觉得还是在处于 正在学游泳的过程中 如果这个时候 他们放弃了 躲到船上去 躲到黑屋子里去 恐怕未来呢 世界经济会变得更糟 他们自己的这种发展 也会变得更糟 但是看了中国的这个经验以后呢 恐怕他们会愿意 跟中国一起 在这个大风大浪里闯一闯 这个恐怕会对世界经济 和很多国家 带来更好的机遇 不经历风雨 怎么能见财产呢 对 那么其实另外呢 我们也观察到 注意到一个数字 这是来自世界贸易组织的 说是从2015年的这个 10月份到2016年的5月中旬 G20经济体 这个平均每月采取 21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其实可以说是更加的明显 另外我觉得 您来再分析一下 这将会给世界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后果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世界经济中呢 缺乏的是动力 这个时候呢 中国提出的方案呢 其实是我们要更加的 补充血液 就像人生病了一样 你吃了药以后 血脉流通了 尤其是我们的中药 桥里机体 这样呢 未来的就会越来越健康 而不是会越来越病痒痒的 而从目前的这个 世界经济来看呢 世界经济已经生病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还是采取这种 增加拴涩的措施 保护主义 未来这个世界经济 大家都会看到 前景会非常的暗淡 所以我觉得 中国提出的 应该是一个 治标治本的方案 所以说这个 目前我们 这次 博鳌亚洲论坛 提出两个关键词 全球化 自由贸易 也从中可以看出 我们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应该是很鲜明 很坚定的 确实 我们看到 其实中国做的事情 是很有意思的 去年那个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 当时这个创新 是一个关键词 而目前呢 中国开出这个药方里头 恐怕创新的 也是一个很关键词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注意到这个 中国和马来西亚呢 在做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种 电子的这种 自由贸易区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目前 其实很多国家 它的中小企业 都需要一个 发展的机遇 尤其对马来西亚 这样的发展中的国家 中国呢 通过自身的这种方案 我们找到了一种 创新的模式 然后把这种模式推广 我们的电商呢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更多的国家 能够在这个平台里头 受益 这也是中国 给世界提供的 一个公共的产品 你刚才说到这个创新 其实说到创新 我们就想把这个话题 再延展一下 我想最近在我们的生活中 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共享单车 我是经常使用的 它解决了从单位 到从家里边到地铁 从这个地铁到单位 最后一公里 我觉得这个 对于我来说 目前自从用了 这个共享单车之后 我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是健康的 是环保的 而且是快乐的 确实确实 我也看到过 您这个发朋友圈 这个骑这个共享单车 感觉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谈 治理木霾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诉求 怎么来治理 我觉得不要光靠国家 可能每一个人 都可以贡献一点点力量 如果我们少开一天车 少坐一些这个汽车 多骑一些车 空气肯定会有所改善 而且这个共享单车 我觉得这种共享的模式 对中国未来的整体的发展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早上我看一个朋友 发这个朋友圈 他说感觉共享单车 很多都被人破坏掉了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民众的素质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共享的 这种经济的模式推广 需要这个民众素质 大家的这种共同努力的支撑 同时呢 他推广的过程中呢 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 要为别人的利益和诉求着想 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所以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 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民众 会越来越重视大家的利益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共享单车文明做起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 那么这个其实刚才说的一个 共享单车呢 也是我觉得是 应该是新经济里边的一个范畴 而且这次的博鳌亚洲论坛 也会涉及更多的关于新经济这一块 这方面情况 我们是应该也可以再探讨一下 来解读一下 确实我们会看到 这一次的博鳌亚洲论坛呢 有几个看点 除了这个新经济之外呢 我觉得大家首先关注的是 中国内部的改革 包括我们的供给侧改革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这个其他国家眼中看到的中国呢 目前是一个样板间 看中国怎么样来搭建结构 来调整好内部的机遇 同时也看到 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其他的机遇 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会看到 他们会从中国的身上 学到很多的经验 同时呢 中国的这种新经济的发展呢 我觉得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示范的作用 他们看到中国确实在通过创新 改变着世界 改变着自己 那么是不是其他国家 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呢 这是他们需要从论坛中 找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论坛呢 会有很多的话题要带给大家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全球化 自由贸易 还有这个新经济 改革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 16年来 布奥亚洲论坛的 从无到有有点到面 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今天这个论坛 一定也会有更多的 新的声音呈现出来 我们也有共同的期待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画面切到 布奥亚洲论坛的现场去看一下 我们就要入住 我们就要入住 的公开 的公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请博尔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仲先生主持开幕式 现在我请向下面请周文仲 来挤化院的監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敬的张高丽副总理 各国领导人 首相阁下 各国会员 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博欧亚洲论坛对出席2017年年会的各位来宾 政界 经济界 学界 意见领袖 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让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今年2017年是充满光明前景的一年 但同时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课题 为什么说是充满光明的前景 是因为主要国家都呈现出了经济复苏的增长势头 比如说股市近十年前的次级带危机以来 首次出现出复苏好转的势头 同时 我们面前也有很多难题 其中最大的难题是 近年以来 反全球化 反自由贸易的势头 正在不断抬头 亚洲的新兴国家 发展中国家 都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受益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通过全球化 很多人都得以脱贫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势力 当然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全球化十分重要 消费者也从中受到了很大 也从中很大受益 像这样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整体 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 另一方面 也有人不认可这一大趋势 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不应该无视这些人的关切和利益 必须对此予以认真地对待 因此 我们要思考建立一个普惠 更为包容的全球化进程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要面向前方推进探讨 如果能找到方向 不仅是那些反对和害怕全球化的人 我们所有人都会从中收获到很大的勇气 我们期待着在这几天和在座的两千多位来宾交换意见 展开激烈的讨论 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希望各位在不凹度过愉快的时光 最后 让我感谢海南省政府对会议召开所付出的大力协助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福特副理事长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 以及习近平为年会开幕式发来的贺信 下面我荣幸的邀请 波尔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沛言先生宣读贺信 习近平主席自波尔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贺信 在此 波尔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之际 我尽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年会的召开 致以热烈的祝贺 向出席年会的各国领导人 政府官员或其机构负责人 企业家 专家 学者等各方嘉宾 表示沉着的欢迎 波尔亚洲论坛成立16年来 列作亚洲面向世界 在凝聚亚洲共识 推动亚洲合作 提升亚洲影响这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动道主 中方为论坛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对论坛令人的理事 知识委员和各界人士 所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今年波尔亚洲论坛年会 以责免全球化 与自由贸易的未来的主题 体现了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洲国家 对全球经济 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注 希望与位嘉宾 及时广义 穷斥穷烈 为解决世界和区业经济 面临的突出问题 贡献智慧 共同推动更有活力 更加包容 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宇宙波尔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 取得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3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发表主旨演讲 有请张高丽副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游舰 会议入 Mis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门话来贺信 在此我代表中国政府 对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本次论坛年会 以直面全球化 以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 切合当前的形式 呼应国防的关切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希望以会的代表 为劳联会的主题 加强交流 相互启迪 灵机和国大 推进经济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的共识 为亚洲和世界的稳定 发展与环融 作出积极的贡献 亚洲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环融 离不开亚洲 亚洲国家 几十年来 快速发展的历程 就是不断地深入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亚洲国家坚持拥抱 而会排斥经济全球化 始终是经济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的 积极的参与者 和坚定的支持者 及收获了全球 经济化的累累受苦 也为经济全球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亚洲国家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实现了自身的快速的发展 创造了亚洲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一批批赢得独立的 亚洲国家 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翼 切立贸易的战略 和经济划展的赶超战略 华华华自身的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和区域的协作 踏上了经济滑展的快车道 不少亚洲国家 不少亚洲国家联系多年 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天的亚洲 已经成为 世界上 最继 划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亚洲国家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提供了亚洲技艺 特别是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亚洲已成为 拉动世界经济胡书 和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有50% 近年来 亚洲国家积极开展 对外投资 扩大国际经济合作 亚洲国家 庞大的人口规模 和不断成长的 中等收入的群体 形成了 极大的 消费 和投资市场 世界各国 纷纷向东看 都希望达乘 亚洲华展的顺风车 抢抓亚洲 华展的机翼 亚洲国家 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 走出一条 亚洲特色的 现代化的道路 积累了 亚洲经验 亚洲国家 根据 自身的条件 和 所发展阶段的选择 涌入了经济 全球化的路径 方式 和节奏 既拥抱 现代工业文明 又磕首 亚洲的传统 和民族的特色 不断 不断从 全球的 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的中低端 迈向中高端 我们坚持 和平共处 五项研制 加强 各个领域的 合作交流 坚持市场导向 和政府调控 相结合 保持经济 健康 稳定 运行 坚持开放包容 稳步推进七一合作 创造出 多元共生的 活力亚洲 特别是面对 亚洲金融危机 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们守望 相助 同舟共济 推动亚洲的滑展 红黄 立盘 一火 重生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今年一夜 习近平主席 在达奥斯世界 经济论坛的联会上 发表了 重要的演讲 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他指出 经济全球化 是社会生产力 划断的客观要求 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为世界的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 也带来新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不足 值得我们 重视 和深思 面对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机翼和挑战 政策的选择 政策的选择是 充分利用一切机翼 合作应对 一切挑战 引导好 经济全球化的 走向 他强调 要主动作为 适度管理 让经济全球化的 正面效应 更多的释放出来 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再平衡 要顺应大势 结合过程 政策选择 涌入 经济全球化的路径 节奏 要讲求效力 注重公平 让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人群 共享 经济全球化的 好处 习建平主席的 重要论述 为应对当前 世界经济 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 推动能力 社会主向 还荣和进步 指明了 方向 在划展和变革的 大潮中 我们要牢牢地 把握 世界的大势 顺应 时代的潮流 总结亚洲的经验 弘扬亚洲的智慧 携手推动 经济全球化 以自由贸易 共同打造 亚洲和人类 命运的 共同体 于是 共同 坚持 和平发展 没有和平的环境 经济全球化 就难以实现 各个国家 都要坚持着和平 滑展的道路 树立和签行 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 安全观 共同维护 和平稳定的 滑展环境 大国对 维护世界和平 负有主要的责任 相互之间 要加强 战略沟通 增进 战略互信 尊重 批齿核心的利益 和重大的 关切 在国际地区 事务上 共同发挥 建设性的作用 不以一指之师 损害地区的稳定 和战略的平衡 针对一些地区的 矛盾和分歧 国有关方面 要坚持 对话协商 和平解解 争端 要加强 灰传统 安全领域的合作 共同应对 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 难民问题 自然灾害 等全球性的挑战 二是大力地促进 创新发展 创新 是引领 世界经济发展的 第一动力 二十个集团领导人 杭州洪会 通过创新 增长蓝图 并制定了 具体的 行动计划 这是全球经济增长 重现 活力的 关键 我们要按照杭州洪会 最重要的 重要的 共识 向创新 要动力 向改革 要活力 建设 创新型 世界 经济 要推动 宏观经济 政策的创新 把财政后币的 政策 和结构性 改革的政策 有效的 结合起来 标本监制 综合 实测 要下接心 推进 经济 结构的 调整 和转变 经济的 增长方式 为增长 创造空间 增加 后进 要保好 新轮 科技和 产业革命 带来的 记忆 利用 新技术 划载 新经济 打造 新动人 培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 激发社会的 创造力 和市场的 活力 三是 携手引领 开放发展 我们要秉持 开放发展的 理念 打造 开放神 世界经济 推动 建设利益 共享的 价值链 和利益 永和的 大市场 要重振 贸易 和投资的 引擎作用 坚定维护 以世界贸易组织 为代表的 多边 自由 贸易的体制 增强 自由贸易 安排 开放性 和包容性 构建 面向 全球的 经济合作 和自由 贸易的网络 今年是 东盟 成立 50周年 东盟 与中日韩 合作机制 成立 20周年 东亚 大市的合作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我们要继续推动 中国东盟 东盟与中日韩 南昌江 湄公河合作 东亚 峰会 亚洲合作对话 等七亿合作的进程 深入的滑展 推动中国 东盟 制贸期的 生计 议定书 全面 生效 实施 早日结束 其前面 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的谈判 积极推动 亚太 制贸期的建设 为亚洲 命运 共同体的建设 夯实 基础 实施 积极地 践行 共享 发展 我们要 完善 发展的理念 和模式 努力解决 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 推动 经济 全球化 更具 包容性 普惠性 各个国家 要解决好 资本 以劳动 增长 以分配 效率 以公平 问题 让 华展的机会 更加 精等 华展的成果 能能 共享 促进 社会的 公平 正义 加强 蓝百对话 和 蓝蓝合作 帮助 不发达的国家 涌入 全球的 产业链 鼓励 广大 发展中国家 提高 自我 发展的 能力 加大 力度 推动 减贫 和 弱势 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的 发展 议程 实现 全球 范围的 平方发展 让经济 全球化的光明 照亮 世界 每一个 角落 武士 努力 推动 公正 发展 我们要 适应 世界经济 隔级的 新变化 推动 全球 经济 治理体系的 变革 为全球 经济的 增长 提供 有力的 保障 各个国家 在国际 经济 合作中 应 平等 参与 劫策 享受 潜力 理行 义务 要坚持 多边主义 维护 多边的 体制的 前卫性 和有效性 积极 推动 20个集团 从 危机 应对 向 常效 治理机制 转型 巩固 其作为 全球经济 治理 重要平台的 地位 继续推动 国际 货币基金 组织的 混恶 和 治理改革 费 赢 赢 赢 新兴 市场的 国家 和 发展中的 国家 更多的 代表性 和 化研潜 共同 落实好 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推动 推动 经济 社会 环境的 协调 发展 理事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中国经济 这艘大船 行稳 置眼 中国经济 华展 进入了 新常态 经济的 增速 经济 华展的 方式 经济的 结构 经济 华展的 动力 都正在 发生了 重大 变化 但 中国经济 长期 向好的 基本面 没有 改变 2016年 在世界经济 疲漏的背景下 中国 国内生产 种植 增长 百分之 六点七 位积 世界前列 对全球 经济 增长的 贡献力 超过 百分之三十 就业的 增长 超过 一期 前年 城镇 新增 就业 一千三百 一十四万人 供给车 结构性改革 初步 取得了 成效 前年 特殊产能 六千五百万吨 以上 煤炭产能 二点九一吨 以上 经济 经济结构 加快调整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 花费的主要的 纳动作用 服务业的增加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一点六 大汽水 土壤 污染的治理力度 加大 生态文明建设的步化 加快 主要领域的 适量拔足性质的改革的主体框架 已经基本确立 为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农村贫困人口又减少 一千二百四十万 中国经济运行 缓中期稳 稳中向好 保持在 合理的期间 划展的质量和效益 也在不断地提高 民生保障 和社会的事业 起得了新的进展 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良好开机 今年 将召开中共十九大 也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 是推进 供给车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中国全国两会 刚刚闭幕 会对前年的国项工作 进行的部署安排 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百分之五左右 但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争取 更好的结果 物价涨幅 百分之三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 进出口 回稳向好 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统筹推进 五一体的 总体部级 和协调推进 四个前面的战略部级 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 牢固的树立 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适应把握引领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坚持以提高 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 前面做好 稳增长 初改革 调节构 惠民生 黄红险的 国项工作 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 和社会的 和谐进步 中国坚定不一地实施 对外开放的战略 中国开放的大门 对世界 始终是打开的 而且随着发展 只会 越开越大 我们将大力的优化 外商投资环境 进一步的换宽 服务业 制造业 采矿业 外商投资的准路 支持外商投资企业 在国内上市 滑载 在资资的 习可 标准的制定 政府采购 享受中国制造 2025 政策等方面 对外资的企业 一视同仁 前面实施 清单管理制度 深化 换管服务的改革 继续 减税 降贿 为企业 减轻负担 切实保障 投资者的 赫花潜意 高标准高水平的建设 上海 等11个 自贸试验期 全面推广 成熟的经验 加强产权保护 促进 公平竞争 让中国的市场 更加透明 更加规范 更有吸引力 以及未来五年 中国将进口 8万亿笔银的商品 吸收 6千亿笔银的 外来投资 对外投资总额 将达到 7500亿笔银 出井旅游人数 将达到 7亿人次 今年春节期间 中国公民出井旅游的 总量 达到 615万人次 足迹 遍布全球 85个国家 地区的 11250个城市 出井消费 会高达1000亿人民币 中国经济 平稳健康滑展 将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中国统一大批国家 联动滑展 将使世界的经济滑展 更有活力 更加平衡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 隔离的 深刻的变化 中国将始终 站在 和平稳定的一边 站在 公道 正义的一边 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 全球滑展的 贡献者 国际 世纪的 维护者 中国坚持 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坚定不移地 做和平滑展的道路 推动建设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 愿在和平共处 五项研制的基础上 同所有的国家 发展 友好 合作的关系 中国 秉持 秉持 清澄 汇勇的 周边外交理念 同周边国家 深化 互联互通 和友好合作 着力营造 陆林 互信 共同 共同滑展的 周边 周边环境 中国艳通 包括亚洲国家 在内的 世界各个国家 一道努力 为人类的和平 和滑展事业 作出 新的贡献 怀着 世界各个国家 共同 发展的 美好 愿望 2013年 秋天 习近平 主席 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 倡议 一带一路的 建设 坚持 共商 共建 共享 优势 互补 互利 共赢 合作 发展 照顾 人民 三年多来 已经为 一百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 积极响应 和支持 四十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 签署了 合作的协议 加强互联互通 产业合作 金融支持 一批 重大的项目 建设 落地 带动了 经济的划展 创造了 大量的就业 改善了 民生的户指 获得了 出奇的 收获 今年五月 中国 将在北京 几万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的 高峰论坛 共商合作大计 共建合作平台 共享合作成果 为解决当前世界 和其一经济 面临的问题 寻找 幻案 为实践 联动式 滑展 注入 新的能量 让一带一路建设 更好的 照顾 各个人民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江来 从万山中 山势 尽以 江东流 经济 全球化 以自由贸易的浪潮 不会必 从年 叠仗 守住 不会必 按流浅丹 守志 必将滚滚 向前 永不停歇 奔向世界 经济的大海 让我们 协议守来 共同推动 经济 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的进程 开创 亚洲 和世界 美好的 未来 最后 一周 博奥亚洲论坛 2017年 联会 起得 严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 那么在刚才 这个本届年会的 开幕式上 我们也注意到 国家主席 习近平 为年会 发来了核心 这展示出 中国对于 博奥论坛的重视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个2015年 习主席 在博奥论坛 发表了 主持演讲 强调建立命运 共同体 那目前的 亚洲的发展前景 是不是确实 更加团结 更加包容 我觉得 大家还都记得 2015年的时候 这个习主席 出席 博奥亚洲论坛 发表了一个 主持的演讲 那一年 也是有很多 国家的领导人 到访博奥 与中国的领导人 进行了见面 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个博奥亚洲论坛的 习主席也发来了 贺信 所以从近些年 应该说 中国对博奥的关注 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而亚洲命运 共同体呢 从提出到现在 已经慢慢 这个从一个理念 变成大家都 接受的一个共识 我觉得近些年 就是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而中国在这个 一体化进程中 发挥的这种 推动的作用 也是很多国家 都非常支持 而且是认可的 所以中国提出的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呢 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 大家确实感觉到呢 在目前的这种形式下 面对机遇 各国要互利共赢 而面对挑战呢 要同舟共济 不要以临为和 不要互相拆台 所以呢 命运共同体 确实是在一个 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像 刚才这个张高丽副总理讲的 亚洲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 也离不开亚洲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张高丽副总理 谈到了亚洲奇迹 亚洲机遇 亚洲经验 那么在中国的视角之下 亚洲在这个 经济全球化的 这个过程中 它扮演了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应该说这三个概括呢 都是非常精准的 这个呢 也让我想起近些年 在国际社会上的 一个讨论 叫亚洲世纪 其实我们看到呢 亚洲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紧密的 一方面呢 一个事实 亚洲的发展 是从经济全球化中 受益的 在这个张高丽的讲话中呢 我们也明确地看出 他提出呢 这个亚洲 其实它的这种 发展崛起 正是伴随着 全球化的进程 从中有很多的受益 但是同时呢 相反 亚洲的发展呢 也在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这是一个 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目前呢 面临这种 逆全球化的趋势 亚洲应该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既要从这个趋势中获益 扩大它的这种积极面 同时呢 也要这个攻克时间 来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 来应对当前的一些形势 要引导好 这个经济全球化 对 是的 要做一个这个 促进者的角色 对 另外在这个 刚才这个讲话中呢 中国也再次为推进 这个经济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呢 提出了建议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方案 我觉得中国方案呢 大家恐怕呢 听到这个张高律的讲话的时候 都会觉得一愣 有一些惊讶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呢 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呢 并不是说中国要如何 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是呢 中国呢 认为当前经济的发展 全球化的推进 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 发展的环境 所以呢 张高律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呢 我们看到的是 和平和发展 其实近些年呢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 总是被很多的学者官员问 中国是不是还会坚持 核心发展 我觉得呢 中国用自身的行动 已经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的崛起 并不意味着 中国会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而是一个非常和平的 友好的国家 为其他国家提供机遇 而目前呢 我们看到亚洲的发展呢 确实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这个挑战呢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问题 而是因为我们看到 亚洲当前的这种 安全的环境中 充满着很多的 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一些非常多安全问题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恐怖主义的问题 还有一些传统安全问题 比如说大家都最近 非常关注的 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问题 随着局势的升温 发展肯定会被这个挤到后面 如何能实践发展呢 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呢 中国把这个和平发展 作为建议的第一条 明确地表示出 中国愿意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同时也是警告一些 预外国家 不要搅乱亚洲 不要让亚洲国家的发展 受到这种障碍或者是挑战 另外在这个刚才 这个张高丽副总理 在这个演讲中 也提到了一个 一带一路 提到一带一路 因为确实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 今年在今年的五月份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合作论坛 也将会举办 到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有20多位 国家元首和这个首脑 50多位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另外还有100多位 部长级代表 将会出席论坛 到那个时候 全世界都会再次向东看 那么您如何看待 国际社会对这一盛会的期待呢 确实近些年呢 这个中国外交中的亮点呢 包括主场外交 我们看到呢 除了这个APEC会议 G20峰会 这一次的这个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 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其实呢 中国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倡议 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倡议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呢 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 但是在这个决议中呢 却明确地提出呢 各方应该支持 一带一路的建设 通过一带一路 促进这个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通过这个一体化 来促进地区的安全 我觉得应该说呢 中国提出这个方案 已经变成了一个要方 就是我们看到了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 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而是要找到一个 这个标本监制的方案 这个一带一路呢 就变成了一种宏观的方案 而且被这个联合国接受 大家也知道 联合国的决议呢 并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的 是其他国家共同支持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一带一路会成为一种共识 而这一次论坛呢 正是各方能够齐集到中国 来共同讨论下一步 如何把这个方案变得更好 如何把中国的倡议 真正落实到实处的 一个重要的机会 好 那么另外呢 这个国傲亚洲论坛 16年来呢 从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 到提出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 再到从全球化视野 看待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一提的变迁 也折射出中国经济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 而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年会 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呢 新兴经济体增长活跃 其中呢 中国在亚洲 依然维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水平 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 2016年 包括中国在内的 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 经济增长率是4.4% 这个数字 比同期3.1%的世界经济增长率 高出了1.3个百分点 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当中 中国的经济增速最高为6.7% 而巴西最低 仅为-3.5% 当前 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总量 所占全球份额持续增加 11个国家去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60% 与此同时 新兴经济体去年在参与全球治理 促进贸易投资方面 也比传统经济体更为活跃 之前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周文仲 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亚洲将成为下一阶段 全球化的关键词 本节论坛上呢 亚洲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等议题 备受与会各国代表关注 各方期待中国的倡议 可以为遭遇挫折的全球化 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今年论坛年会主题 定为直面全球化 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对此周文仲表示 在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时候 我们急需新的强劲动力 而动力源之一便是亚洲 当前 包括亚太自贸区FTAA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在内的各层次自贸协定 全面开花 我们对此持开放态度 他们都因为促进全球贸易 和各国人民福祉而服务 其中 RCEP已完成17轮谈判 各方对于它的早日通过 持乐观态度 周文仲表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也为应对逆全球化现象 塑造全球化动力 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当前 一带一路倡议 已有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呼应 中国也予以60多个国家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这是一个共赢的事业 到2020年 大概亚洲的这些 基础设施的 所需要的投资 大概在8万亿 那么现有的这些金融机构 多边金融机构 大概只能提供 3万亿的融资 所以这个缺口还是很大 所以怎么能够 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我们开会这个会 搞这样一些峰会 这样去想解决 就这些问题 据周温仲介绍 论坛年会将安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 和政府高官 以及官员和企业家的对话 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多名代表参与讨论 其中包括80多名部长及官员 此外 还有约200家新闻单位的 近千名记者参与报道 可见各国对参与 一带一路抱有强烈兴趣 在会场外 这座名为 一带一路之歌的金色雕塑 象征着一带的舞动丝绸 与象征着一路的圆弧香蕉 寓意精伟天地 古今融合 造福八方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 而是沿线各国的合唱 周文仲也强调 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 全球化构想 最终将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央视记者海南博鳌报道 昨天博鳌论坛会场上 一场由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主持的对话 备受关注 对话的主角是 跨国企业巨头 和一带一路沿线人士 他们之间能擦出 什么样的火花呢 来看一下记者现场 发回的报道 这场论坛并不是 对所有的嘉宾都开放的 所以只有特别受邀的嘉宾 才能进入现场 那么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 我身后的这个工作人员 正在对嘉宾的身份 进行一一的核验 论坛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一带一路上的 政府和各国企业 搭建对话平台 尽管席位只有35个 但每位嘉宾都有说到 画面中这位白发老人 就是会议的主持人 他是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 在任期间就促成了多次 中法企业政府间的合作 而从现场情况来看 这样金发碧眼的外国面孔 并不在少数 几经周折 我们也是拿到了一份 与会嘉宾的名单 可以看到美国高通 瑞典的爱迪信公司 这两个全球著名的 通讯公司悉数到场 而著名的机械制造商 瑞典的沃尔沃集团 也位列其中 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 2016年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 就超过了1200亿美元 而海关数据也显示 今年1月 我国对印度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 外贸进出口 都有明显增长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 欧美大公司自然看在眼里 面对一带一路带来的 共享商机 他们显然不愿错过 当会场大门再次打开时 嘉宾们弹性正浓 似乎并不愿意结束讨论 面对我们的镜头 他们没有过多的透露 会场上得到的商机 一位代表向记者 进行了大致的描述 一带一路 大家理解 可能认为是 更多的物理设施 是什么建筑项目 其实远远不仅这些 电讯设施 也有互联网的设施 所以我认为 这不仅仅是一个公路 而且是一个信息高速公路 好 通过刚才这个片子 我们也看到 国际社会对于 一带一路 也是非常重视 也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一带一路 对于沿线国家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呢 能带来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一带一路 有一些国家 开始的时候不太理解 然后跟我说 他认为一带 就是我们系的皮带 路就是一条路 就是非常具体 和浅显的一个理解 但是实际上 一带一路 它是一个这种 高层次的 这种综合性的框架 我们会看到 一带一路 首先意味着 这种政府间的沟通 政策之间要沟通 其实近些年 我们看到 中国的周边外交 是非常积极地在推进 在推进的过程中 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交流 是非常顺畅的 我们看到 习主席每年 他的出访 都要覆盖周边的国家 而在这种访问的过程中 双方会达成一系列 非常重要的共识 政策之间的沟通 是一带一路 推进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另外设施的联通 和这种贸易的畅通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可能是因为 女士们都非常爱吃水果 其实近些年 我非常关注的是 中国和我们的 重要的邻国 东盟之间的 这种水果的贸易 我记得 曾经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1992年的时候 中国和越南 开始有这种水果 进出口的时候 当时是非常难的 越南的一些水果 其实包括我们 爱吃的荔枝等等 从越南运入中国境内 一旦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 可能在半路上 它就会坏掉了 就非常艰难 但是目前 随着双方这种设施的联通 和这个通关能力的加强 这个水果 一直能够从东南亚国家 运到新疆 而且只要四天的时间 而且是直接能运到 这个市场的门口 所以我们会看到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并不是说 中国从这样的一个倡议中 得到了多少的好处 而是我们周边的国家 真正能够把他们的市场 他们的这种产品 推到这个中国来 使中国能够 这个跟他们之间的联系 更加紧密 双方的百姓 也会从中有更多的受益 中国人可以吃到 东南亚的水果 同样的 东南亚的朋友 也跟我说 中国的苹果 中国产的北方的水果 也非常好吃 共商共建 共享之下 其实受益的是咱们老百姓 另外 关于这个一带一路 你刚才说的一种说法 其实也有一种说法 一带一路 带是带领 路是有方向的 正确的道路 那么另外 我们再看到 这个直播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得 今年第一次 也成为 博鳌亚洲论坛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与会嘉宾们看来 直播经济 目前看似繁荣一片 但是要注意 资本蜂拥而至 带来的危害 以及内容同质化 所带来的隐忧 期待修剪之夜 不同于 博鳌亚洲论坛 其他场次讨论 直播经济分论坛 力图凸显 直播二字 不仅第一次通过 四家网络直播平台 播出了整个讨论过程 网友更是能 直接通过直播平台 向嘉宾们提问 这样的阵势 让主持人一开始 还有点不太适应 目前中国直播用户数 已经超过了三亿多人 这意味着 中国网民的一半 都看过视频直播 巨大的市场 使得中国在线直播平台 已经超过了200家 但在与会嘉宾看来 规模的迅速扩大 意味着直播平台 存在虚火 有大量的资本 或者是大量的企业 并没有看清楚前路 然后呢 他指望着 透过烧钱的模式 冲进来 然后能够 在这里面分一杯羹 对 但事实上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当你对这个 行业的认知不够 对 当你没有 抓住关键的要点 当你没有给用户 提供真正核心的价值 其实你是经营不下去的 所以我认为 网下小的平台 没任何的机会点 此外 在与会嘉宾们看来 监管日益区域 严格的情况下 直播平台 现在还普遍面临着 如何避免成为 网红秀场 以及如何解决 业务同质化的问题 毕竟打造有质量的内容 才是直播经济的 未来方向 比如说教育 医疗 娱乐 对吧 各个行业 他们可以把直播 这么优秀的工具 应用在自己的业务中 去完善自己的业务和服务 我认为这个时代才是真正开始的 好 今天是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 那么苏女士您再对今天我们整场直播 以及张高利副总理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我觉得首先今年的这个年会 恐怕要突出这个活力两个字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共享经济 又看了一个这种直播经济的片子 其实今年在这个年会上 应该说有很多的这种亮点 新经济的发展的机遇 是各方代表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未来亚洲的发展恐怕要在原有的基础上 找到更多的这种创新和活力 所以创新活力都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关键词 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年会 还有一个主题词是信心 当今的这个世界经济 处于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干扰的情况下 各方首先要有信心 有的信心才有动力来进行合作 所以这一次的年会 不光是中国 包括其他国家 恐怕要共商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趋势 这样一个大的主题 而这一次的年会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中国的角色 近些年应该说 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不光是在主场外交 还有在很多的这种多边的场合 其实中国的作用都是非常亮眼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是说中国自己非要当做领导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国家总爱谈领导力 但是中国谈的不是领导力 中国谈的是责任和贡献 所以在这一次的博奥亚洲轮坛上 我们没有看到 中国有多少这种强迫性的方案 强加给其他的国家 包括我们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都是其他国家积极响应 愿意与中国来共商共建共享 所以应该说中国在这一次会议上的角色 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博奥论坛组合了16年 我们这个也期待着有更多的中国声音 从博奥论坛中发出 为世界经济和平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我们也期待着 好 感谢苏女士来到演播室 我们所解读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 博奥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开幕式的相关的报道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